一個女人昨天中午在尖沙咀街頭被人露走 警方晚上在馬鞍山行安邨找回她 消息指警方拘捕三個懷疑涉案的男人 有市民拍攝到女士主被露走的過程 兩個戴著鴨嘴帽和口罩 身穿黑色上衣和長褲的男人 將女士主挾持上私家車 示範在昨天中午多個市民報警 說私家車往往各方向逃去 大批警員封鎖汗口道和宜昌街交界調查 也有探員去到附近的店鋪查看筆路電視 警方晚上在行安村行月樓對開發現涉案的私家車 47歲女士主留在車上她並沒有受傷 案件列作非法禁錮調查